微博也不知道给明星们下过什么滑手咒 每年总能闹出点手心抹油的乐子 帮大眼怒争KPI 2024年第一个留下案底的 是向来低调不作妖的女演员张嘉宁 上周她一次切磋号 突然带Tech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虽然反应够快 火速删除黑料 但还是被人均8G冲浪的互联网世界存下证据 有人猜测是工作人员切磋了号 有人脚趾动弓 替张嘉宁扣除30一听 不过无论张嘉宁切磋号 是被工作人员坑了 还是蓄意炒作 这出乌龙 我觉得都至少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炒CP时跪圈永不过时的流量密码 一些大家眼中人但如绝的佛系演员 也许用小号和你我评论区对局过 第二盘点影身体含咖时 可以再加入一元大将了 全靠这场乐子 才让很多人注意到 张嘉宁居然有两部剧同时在播 一部是小城故事多 都是清喜剧治愈剧 这剧开播前两天 有鱼记爆料张嘉宁疑似恋爱中 拍到他和老板王凯约饭后 跟着一朝南小哥哥开车回家 网友根据朝南的外形提醒对比 怀疑这就是小城故事多的男主角高志亭 然后热闹的来了 再顺着高志亭往下巴 发现他和屈楚肖是同学兼室友 2023热梗Top的使用权 终于回到了郑主手上 以及这个寝室的画风真是过分统一 除了屈楚肖高志亭 其他事友分别是张又浩 吴浩晨 张明恩 是怎么做到五个人加起来 凑不出半张好人脸当 说回剧本身 小城故事多 剧情虽然中规中矩 但张嘉宁的角色设定还算有噱头 誓言索纳高手目的 因为感情打击 躲回老家便跑场索纳手 和老同学白浪重逢 并成为一对欢喜冤家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张嘉宁还专门找老师学习了吹索纳 发微博表演才艺的明星多了去了 唱歌跳舞话里胡哨的都有 吹索纳第一次见吧 另一部是正午阳光的重头剧 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昨天刚播完 其实张嘉宁在大江大河2就出现过 只不过当时还在铺暗线 只有寥寥几个镜头 她饰演的是董子健的官配任霞尔 从针织场里走出来的小镇女青年 简单扎个标志性的高马尾 个性独立干练 头脑聪明清醒 说话做事爽劲十足 全然是长在解舒适圈的角色 一部有心意 一部人设好 张嘉宁主演的这两部剧 都杀进了爱奇艺热播榜前十 照理说本人应该能折腾出不少水花吧 结果加起来的热度都比不过一次切磋好 张嘉宁不算短的演员生涯 都好像自带隐身术式的 充斥着各种啊 居然是她的尴尬 比如媳妇的美好时代播出是大火的那句 娶妻当娶潘美丽 潘美丽就是她 每年出雪看没看过一闪一闪亮星星的人 都要跟着嚷嚷一句张万森下雪了 此话追本溯源的出处是她 还有张一引发巨大争议的妖精会发言 当时做她身边笑而不语的女演员也是她 以及最最最出圈的隐藏身份 温太一外申女 翻看张嘉宁的履历表 鸡毛飞上天如一转之否之否应时绿肥红瘦 演了一水而爆款剧 但她就是能完全从爆梗 爆话题的全世界路过 当然 这话不是说问题就在张嘉宁身上 相反她属于既努力运气也不错的那类演员 2024年还能穿着校服冒充女大的张嘉宁 戏林已经快15年了 她是89年生人 16岁考进中戏 2009年还没踏出校门 就在小姨多贺中演上了孙丽的女儿 同时段的85话 妮妮还没当上魔女郎 赵丽颖还在跑龙套 毕业三年 张嘉宁的代表作已经有小姨多贺 媳妇的美好时代 温州一家人散步了 而且演技相对自然 和实力派演员对戏至少可以做到不露窃 演技型起点高 年纪轻轻就傍上了正午阳光这条大腿 一般女演员有这样的天护开局 半夜躺被窝里都能笑醒 但张嘉宁倒霉就倒霉在 她长了一张缺少辨识度的脸 张嘉宁是有点苦笑的代言戏 五官亮感轻 脸部轮廓柔和 虽然整体挑不出大毛病 但过于规规矩矩 四平八稳 少了一眼抓人的冲击力 最典型的就是她和附近的同矿照 其实仔细对比俩人的五官 谈不上谁比谁更优越 但大多数人看到这两张脸后印在脑子里的 都会是面无表情却相对浓严的附近 娱乐圈代言戏美女很多 这样的长相要想让观众记得住 很需要氛围感衬托 就像最近被于正拖进 抬轿闹剧的九十五花炉玉小 她的五官乍看之下比张嘉宁还浅 但胜在美上高 懂得用装造和穿搭 为自己加分 坚决走小情新闻一封 也就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记点 而这就是张嘉宁的另一个问题 过早的成为了茄子型演员 张嘉宁21岁 靠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农村媳妇 有了一些知名度后 接演的角色 大部分都离不开农村或小媳妇两个标签 22岁在乙族的奋斗 演傻白田小媳妇 23岁在温州一家人 演陕北农村女 24在80后的独立宣言 演女村官 众所周知 喜剧和乡土是最难转型的两大题材 国民度高如杨子为了转型 都脱了一层皮 更别说数量远大于她的张嘉宁 那时刚入行的张嘉宁 对演戏这事 用爱丽娅老师的话说就是太饿了 她家庭条件不好 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 读中系的学费 都是几个舅舅每年资助的 这种环境下 长大可能更着眼当下 张嘉宁一心想着多赚钱 买房帮妈妈减压 到处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 为了拍戏也吃过不少苦 老旧张小龙叫她拼命三娘 12 13年几乎全年无奉进组 创下两年拍18部戏的记录 一度累到患上该状炮疹 命险些丢了 和张义拍温州一家人史 也经历过生死一刻 她上山拍戏遇到冰雹天 路华道窄 差点就掉下悬崖 张嘉宁说她不需要大红大紫 不追求彩 所以入行以来 大部分时间都在安分手挤的 做着最普通的配角女演员 又靠着出道够早 证据人脉够多 在孔生 李雪等导演手下一步步演成了 永不缺戏拍的罗斯丁 年轻时演女主的闺蜜 男主的姐妹 中女时演麻烦的周里 好心的嫂子 最后当上妈妈专业户 这本是一条一眼 就能看到尽头的演艺生涯 但美丽的意外 就这么出现了 2022年的 一闪一闪亮星星 是张嘉宁入行 十多年来的第一部大主角剧 正巧赶上热门的 穿越加悬疑题材 成为爱奇艺网播黑马 虽然这部剧 红利大多都被男主角吃了 但张嘉宁 还是收获到了一批忠实的剧粉 去年年末 一闪一闪亮星星 电影版上映拿到六一家票房 双双喜提票房实际 对于常年演着女配角的张嘉宁来说 无论此时还想不想大红大子 走红带来的资源升级 都是肉眼可见的 她从三番外配角深咖到主角 欢乐颂是主角团之一 《沙尘暴》搭档 段奕红 刑警的日子 合作欧好 正如新之雷女士那句出圈名言 谁不想红啊 红了才有挑剧本选好戏的权利 更何况89年的张嘉宁已经走到了35岁的节点 张嘉宁有点时运不济 她仿佛一路都在错峰出新 10年前女演员疯狂卷骨偶正当流量花时 她在一系列生活剧 年代剧 别战剧中打卡上班 直到30家 居然靠校园剧走进大众视野 如今生活剧 年代剧都变成了流量花 镀金争奖的顶级资源 她眼前又是顶流花和一线青衣混合双打的格局 孙丽 马依丽 杨幂 赵丽颖等 都在为豪丙抢的头泼血流 哪还轮得上她 看到这儿就不难理解 切错好这出乌龙了吧 默默相编15年的张嘉宁 能在35岁 从万年女配翻身主角 做到荧幕迎平两开花 自然想努力保住这份天赐的光环 背着指头数了数近几年杀出来的女演员 不少都是演惯了配角的罗斯丁 终于在35岁前后 抓住了一闪而过的机会 心直垒尽足繁华 从头开始学走路练一胎 即将35岁 高业靠大嫂刷出人生最强存在感时 35岁 张小斐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品演员 飞升50亿电影女主 35岁 热衣扎抱着孩子 上戈壁滩拍山海情 35岁 如今手握彩票的张嘉宁 也祝福她能兑现奖励 逆流而上 啊 费用 得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吗 老实是 你还不得了吗